想救 想救我愛 天后蔡依林 跨年晚會嗨翻全場 不過她卻曾在2018年過年期間 感染袋裝炮枕 打亂演出計畫 袋裝炮枕又稱皮蛇 會上名人身受其害 過去謠傳找滿一圈就會死亡 也有不少可怕的民俗偏方 再換錯抹上啤酒 奮力拍打直到瑜琴喉酒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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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甚至用火燒 會以朱砂劃滿 紅紅的蜈蚣令人觸目驚心 這種方法不但是迷信的錯誤觀念 還可能引發傷口潰爛 但現今雖一流發達 感染袋裝炮枕多數不致死 卻依舊痛苦難耐 袋裝炮枕源自於水痘病毒 康復後病毒並未完全死亡 而是潛藏在神經節內 只要免疫力低下 就可能沿著神經冒出 也因病毒由體內而發 即使戴口罩 勤洗手 也是防不勝防 最開始的位置 其實是從後面這裡長脫散 一直到下巴 臉這裡 結甲傷口從後頸擴散延時 她是47歲的楊先生 大方分享一個多禮拜前 被診斷出帶狀炮症 她會有神經的那種臭痛 就是我們台灣很丟結的丟結 原以為是長痘痘 但神經劇透讓她夜晚難以入眠 才發現染上了皮蛇 不過好端端的 究竟為何發病 剛好換新的工作 那可能就是壓力比較大 然後還有晚上的時候 沒有休息好 不論身形因素 都可能引發帶狀炮症 更難纏的事 還可能造成後遺症 除了常見的枕後神經痛 長在繩殖系統 控怕影響排泄功能 而若是在臉部 嚴重會導致失明 而在耳內容易損害聽力 以及臉部神經 這邊會笑 這邊不會動 然後笑的時候就會變這樣 就會變歪嘴 所以我的朋友都 那個時候都跟我講說 我是個麵攤老闆 麵攤的 你知道嗎 麵攤老闆的 笑起來半邊臉無法動彈 喝水還得捏住嘴巴 避免噴出 他是火鍋店老闆鄒家宏 餐飲夜缺功現況 導致壓力爆表 逃不過帶狀病毒攻擊 那個時候是痛到睡不著 那一種追心之痛的痛 後腦勺劇痛 引發顏面神經失調 就醫才發現耳朵裡長滿 密密麻麻 消水泡 他出到耳朵裡面 出去咬到他的三叉神經管 整個啪一聲 跟斷地裡面弄動 所以我那個時候刷牙的時候 在樹果 我說水癌神就噴出來 即便水泡消失大半年 卻留下難以挽回的後遺症 而得過帶狀泡疹後 並非終身免疫 只要狀況不佳 就可能再復發 打過疫苗之後 它復發的機率會降低 即使復發之後呢 它所產生的症狀疼痛 這些表現也會降低 帶狀後者難以預測 除了施打疫苗 還得多照顧身體 注意營養均衡 避免難纏皮疾 馬上升 調查中心給一群 菲律西海報報道